国际焦点来关注的是俄乌战争 乌克兰大反共已经接连收复了七个村庄 地点集中在扎波罗热跟盾内刺客交界 乌军似乎想连接到亚素海斩断俄军的防线 而这次立下大攻的是乌军第35海军陆战旅 俄军被他们逼到直接跪地投降 在南巴赫姆特也有大批俄军直接器械逃亡 乌冬盾内刺客俄乌两军继续上野火炮对决 但现场乌军淡定不动 知道俄军根本还摸不清他们所在的位置 镜头另一边 乌军早就在隐蔽处藏好抗俄神器M77流弹炮 以及堆成小山的弹药 随时能对俄军加大攻势 参与大反共的乌军现在气势干枉 因为他们短短一个礼拜就已经收复七个东南部村庄 这些小村重新飘起乌克兰国旗 乌军最新夺回的地区主要集中在 闸波罗热州外围包含靠近河岸的罗波科沃 以及往东的列瓦德涅 诺佛达里夫卡和斯托罗热围等地 收复面积至少90平方公里 地下大攻的乌军第35海军陆战旅公布清理战场画面 路边除了有俄军气质的车辆外 还有战俘趴地投降 最后被乌军带走 模样相当狼狈 另外乌军也在巴赫姆特营 以南的克列实际夫卡看到惊人景象 镜头之急大批的俄军选择放弃作战 他们一路沿着战壕离开 随后跑到附近的运河 然后逃至夭夭 整个过程全被拍了下来 乌军还释出无人机摧毁一辆俄军T80坦克的画面 并直击俄冰焦急地跳上坦克尝试灭火 但最后当然徒劳无功 CNN分析乌军计划把战线连接到亚素海 进一步斩断俄军阵线 前线作战失利 俄军开始召集 又乱轰乌克兰中部城市克利福洛 现场一处公寓遭炸弹 急中起火造成多人死伤 乌克兰国会议员指控 俄军又炸毁了第二座水坝 俄军开始自乱阵脚 不过美军退降分析 乌军主要的大反攻可能还没开始 研判现在只是多点测试俄军防线 不过乌军在南部地带的反攻计划 因为新卡货富卡水坝被炸 多少受影响 尽管乌军反攻开始 但也承受一定的战术 荷兰开源情报网站指称 乌军近期在反攻中损失了 16辆美制布莱德雷战车 等于美国原物战车中 已折损15%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 这些战损都在反攻评估之内 真正该担心的还是前线 无所自从的军 片新闻综合报道 晚间的最新消息 俄国占领区卢干斯克 则又发生多起爆炸 意思是乌克兰又展开新的反攻行动 磅礴的音乐 在配上壮阔的自然景色 俄罗斯国庆日影片 要对外展现在这方水土滋养下 俄罗斯底灵人节 俄罗斯612国庆日 官媒卯足了劲拍片宣传 尤其正逢乌俄战争期间 俄国大兵无疑是影片的主角 前线士兵还拿榴弹炮当礼炮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国庆演讲上 也号召全民团结 面对乌克兰强势反攻 夺回七个村庄 普京加强鼓吹爱国情操 他也特地在国庆日这天 前往医院探视伤兵颁发奖牌 现在传出俄军 为了阻挡乌克兰反攻 又在炸波罗热炸毁另一座小水坝 俄国官媒则公布 用学生志工到赫尔松淹水灾区 协助撤离民众和运送物资的画面 但有当地民众出来打脸 说当时撤离时 不小心遗失俄罗斯护照 结果遭到俄军追杀 究竟是谁炸坏俄罗斯大坝 目前还无人得知 前线俄军伤亡情况 外界依旧物理看花 一位叛逃到立陶宛的俄国反战飞行员 罕见接受BBC专访 提报更多俄军士气低落的案例 他因为反战 开战初期就申请退役 结果失败 还表示尽管军中立场可能不相同 但大家一致确信 前线进展根本不顺利 还有他们入伍后 领到的薪水 其实只有政府公布数字的一半 正规军都存有异心 更不用说外包的瓦格纳雍兵团 俄罗斯国防部只好找车臣特种部队签约 国会议员也喊话领袖普利格金 说爱国就不要脱钩 至于乌克兰和北越国家 关系越来越紧密 荷兰国防部长表示 最快今年夏天就能开始训练 乌克兰飞行员驾驶美国F-16战机 荷兰正准备改用F-35战机 目前有24架F-16战机 逐步转换后就能把F-16送给乌克兰 其他北越国家包括美国与意大利 以及法国与波兰都重申将继续支持乌克兰 波兰总统杜达还喊话 希望北约盟友在七月峰会上 为乌克兰加入北约 打开一条光明大道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